中国疫情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很多人已经不太关注疫情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国家的疫情彻底的崩盘了 那就是印度 印度疫情崩盘到什么程度 我就列几个数据供大家参考 一、印度连续8天 绿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0万 一周新增确诊近200万例 二、据印度卫生部4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较前一绿新增确诊病例31万例多 在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累计确诊1593万例 上、10月21日 印度检测新冠病毒样本165万分多 确诊却超过了31万例 检测确诊率近高达19% 这几个数据恐怖恐怖 仅一天检测了165万多份的样本就确诊31万 是中国当时总确诊人数的近4倍 像当初中国疫情 再想想印度的疫情 我们就知道 印度早已是人间地狱 如果仅仅说 印度疫情是人间地狱 可能还缺少直观感受 但据印度媒体报道 在印度古吉拉特班的火战场里 烂气炉和彩火炉 因为运转时间太长 导致金属零件开始融化 火战炉都烧坏了 记得当初美国死亡病例据诊时 美国是选了一个无人小岛进行掩埋 印度就更夸张 直接地扩大到了露天火战场 然而却依然需要排队 人间地狱 依然在印度成为了现实 如果说美国冬天时的疫情 就是人间地狱 那印度的情况就是18层地狱了 面对这样的疫情 莫迪的心态直接崩了 莫迪说 几个星期前 情况还在控制当中 但突然第二波疫情就像风暴一样袭来 很想到莫迪是在想甩锅 意识是政府控制疫情一直控制得很好 但突然第二波疫情像风暴一样袭来 我们根本挡不住 不是莫迪政府无能 而是病毒太强大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印度疫情是怎么失控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至少在一年前就不止一次强调 疫情真正爆发的高潮是印度 一旦印度疫情爆发 将会呈现狂风暴雨一样的失控状态 为什么 我当时做这样的判断有四个原因 一印度人太穷了 城市周边有巨难的平民区 印度这个国家可以说太穷了 人均GDP不到1900美元 还不如孟加拉国 千万不要把印度今天的人均GDP 和我们国家的人均GDP 1900美元的时候相比 比我们那个时候差很多很多 中国人均1900美元GDP的时候是2006年 想想我们那个时候什么生活水平 印度和中国当时差得太远了 印度很多穷人生活在城市周边 形成了大量的平民区 不要说别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看印度闷脉的平民区状况 繁殖就是铁皮屋 屋顶很多都是石棉瓦搭起来的 简陋到了极致 这种地方夏天乐死 夏雨漏水 如何进行疫情反控 而且印度这些平民窟的民众 他们是日薪制 每天去打点零工挣点钱 然后换食物冲击 疫情爆发后 很多人都没有了工作机会 出现了严重的饥饿 后来印度政府没办法 就硬把他们往农村赶 这种局面 疫情怎么会不传播 在这种地方 疫情如何反控 完全没有最基本的反控条件 2. 印度人穷 几乎无法还 病毒传播必然是畅通无主 印度全人平时吃饭都吃不饱 去哪里去弄口罩 病毒在平民区的传播会非常快 可以用畅通无主来形容 甚至大多数印度人根本不知道 新冠病毒是啥回事 也不可能有反控知识 在那种情况下 印度政府又能怎样 国力洛根本组织不起来反控 3. 印度医疗条件 检测水平都太差 根本顶不住病毒的攻击 印度的医疗条件决定了 在印度绝大部分 得到新冠的患者都不可能入院 而能够进入医院的人 还是印度相对较为富裕的人 全人根本想都不用想 得了新冠就当没得 死活完全看上天的心情 要想做好疫情反控 首先要做的就是 要有足够的医疗和检测能力 尤其是检测能力 必须跑赢病毒的传播速度才行 然而早在去年 印度在疫情之初测试检测了一下 结果吓得印度直接的鸵鸟了 不检了 印度一则没有那个检测能力 二则没有那种收症能力 大概当时印度政府准备 选择群体免疫 然而新冠的问题是 不可能实现自然的群体免疫 病毒会变异 有了抗体也不意味着不得 抗体会在几个月到两年时间消失 当病毒在印度传播一遍的时候 那些之前得过的人就又感染了 更可怕的是 病毒变异后传播能力更强 所以客观上说 印度挡不住病毒的攻击 四 印度没有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 根本组织不起来抗疫 中国之所以能够控制住疫情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极其强大的治国和组织能力 可以快速的调配支援 可以快速的组织能力 可以让每个人都有序的待在最佳的位置上 这一切印度都没有 完全没有组织的国家 怎么可能看新冠 所以印是必然失控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才爆发呢 其实再看来 印度的疫情是去年早就爆发了 只是印度没有足够的检测 所以印度疫情暴复录的不明显 如果有足够的检测速度 印度的感染人数大概率要远超美国 之所以印度看起来现在疫情爆发了 原因有三 一 经过一年时间 印度的检测能力上来了 4月21日 印度一天检测了超过165万的病例 检测规模上来了 当然发现的病例就多了 只是检测确诊率高达9% 太夸张了 然而 这可能只是冰上一角 如果继续的扩大规模 印度一天能够确诊50万以上 哦 印度大概率出现了大量的变异病毒 实在是鸵鸟不下去了 印度的疫情是真的盖不住了 因为之前之所以盖着 是因为大量的感染者是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看起来印度的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高 然而经过这一年时间 无论是印度还是全世界 新冠病毒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变异 很可能病毒的变异已经以几百上千种剂 根据最新的印度的情况看 变异最大的可能是感染后症状更加严重了 使完病例更多了 印度不得不被迫面对 莫迪说 印度去年战胜了疫情 今年第二波疫情也能战胜 这完全是在忽悠印度民众 因为印度从来没有战胜过疫情 去年是鸵鸟装着看不见 今年装不下去了 后果比美国的疫情更严重 三 印度开始为寻求帮助做准备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印度的疫情仅靠印度已经扛不住了 首先 印度还搞什么所谓的疫苗外交对抗中国 把印度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 赠送给别的国家 但事实上 自己的疫情彻底失控了 而且现在的情况是 阿斯利康疫苗被很多国家停留了 原因是效果不好 还有副作用 那么印度现在挑破了农川 把印度疫情暴露在全世界的面前 效果看来是在为接受援助做准备 因为印度面对疫情根本无能为力了 那么疫情2021年全球能结束吗 我认为莫说2021年 2022年也很难 甚至可能要脱续很久 2021年恐怕发达国家也很难控制疫情 能不能控制得好 注意中要看2021到2022年的那个冬天 如果向美欧国家疫情获得控制 全球才有希望 但现在我们看看美国新冠症 每天一栏数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 2021年能控制疫情吗 印度巴西还有很多贫穷国家 全球的新冠抗疫大战才到中旁 因为没有到中局的时候 中国需要加强反控 同时大家要积极打疫苗 这很重要 与这同时 我们要看到新冠疫情在客观上 加快了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重铸 这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把握好顺势而为 会有很大的作为